很多父母在生小孩之前 都沒有學過照顧新的小孩 怎樣跟他去洗澡 怎樣去暖奶 或者怎樣跟他換片 都完全沒有人去教過你 有一次透過八日宴幼兒活動 跟家長談照顧新生兒的情況 令自己回想過去全職 做了兩年爸爸的經驗 可能是春糧或吃甚麼 很多人都不懂 當時有人教我照顧自己的壓力 對於我自己是很有幫助 有勁及此 我們中心出了一個 新生兒家庭支援計劃 目的是透過多方便 心理上支援他們 對新生兒來臨之前的壓力 或者令他們釋懷 嬰兒來臨之前要有甚麼準備 我們用手穿過去 三隻手指起碼 摸在手上 我們捉著嬰兒整隻手 我們摺到很密 我們一定要將這下地兩邊 其實這個服務 都希望透過我們 專業社工或專業人士 去提供相關的知識 例如一些新生兒護理 新生兒照顧的資訊 或者知識給我們的新秀父母 應對照顧新生兒方面 有更大的幫助 透過新生兒家庭的支援服務 我們希望透過他們兩方面 可以坐下 談一談 對於小朋友來臨之後 不論是金錢的支出 心理狀況 或各方面 有一個好的準備 亦協助他們過渡 這個比較困難的時間 我們會透過這個服務 在產後提供我們的 小朋友其他成長需要的支援 令到我們的新秀父母 可以有一個更好的 照顧規劃出現 樂融中心之前就叫做 婦聯綜合中心 都是做我們周邊街坊 或者是長者的一個服務提供 到17年之後 我們轉型了 做一個家庭的綜合服務中心 我們的服務對象 包括一些新生兒的家庭 到我們的長者家庭 都是我們的服務對象 包括一些新秀父母的支援服務 以及將來我們會開展一些 家長的效能培穩服務 希望透過我們的正確教養知識 令到我們的家庭 可以更好地成長